运用佛法让脑积水的先生逐渐恢复健康 感恩难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红台长 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的陈童秀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心灵法门保佑出世故 脑积水的先生逐渐恢复健康的真实经历 我的先生相信佛法 但不愿意坚持念经 总是念念就不念了 在他59岁那年 他梦到自己亡生了 我们学佛人都知道这是菩萨和护法神在提醒他有大解 可惜先生没有常听师父的开始 不知道自己已经非常危险 更没有许愿念经 当时我想帮他 但也是有心无力 我身体也不好 自己的小房子都来不及念 无奈之下我只是帮他放生 也许是放生的功德必因了先生 先生平安度过了59周岁 但没有念小房子 就代表没有真正还债 他的节只是推迟 但没有真正消掉 2021年 先生60周岁 在东正那一天 他整个人很不对劲 说话语无伦次 很像是有要经者在身上 果然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了 当天傍晚我接到儿子的电话 说先生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起因是先生坐小货车的时候 车门竟然在车子拐弯的时候自己弹开了 导致先生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重重地伤到了头部 我听了心急如焚 到了晚上七点半 医生说先生脑出血非常危险 需要紧急开刀 手术预计十个小时 一开始我慌乱不已 眼泪止不住地流 好在关键时刻 我还是想起了观世音菩萨 想起了佛法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于是我立刻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先生手术顺利 能够逢凶化吉 同时也联系了师兄 请师兄帮忙放生 我先许愿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第一波一万两千条鱼 并且一万条一万条连续地放 在菩萨的加持下 先生平安度过了手术的十小时 但脑部手术属于大型手术 做完手术不代表脱离危险 先生术后出现了肺部发炎的症状 呼吸十分困难 医生给他用上了呼吸机 我知道之前许的愿应该是不够的 于是又许愿一千五百张小房子 放生十万条鱼和五百只甲鱼 换成后还会继续放生 菩萨有求必应 先生呼吸困难的问题终于缓解了 2022年的2月1日 医生让我给先生办理了出院手续 医生说先生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 下半生只能在床上度过了 这辈子都不能走路 但是我却做了一个截然向乱的梦 梦中先生在我面前站了起来 走了好几个来回 我想这个梦是菩萨在鼓励我不要放弃希望 一定要坚持念经和放生 于是我强忍难过 祈求菩萨给先生安排一位好医生 祈求完的第二天原心的医生把先生转去了另一家医院做康复训练 在治疗师的帮助下 仅仅三天被医生认定不能走路的先生就走了一米的距离 这真是非一般的进步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了这次的突破 我心心大增 不断给先生刷送小房子 念礼佛大乘回闻和放生 还转法不适的功德给他 相信先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到了2022年的4月 医生通过CT扫描 发现先生脑部有积水 提出在五月帮先生再次进行脑部手术 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 需要在脑部装入塑料导管来排出积水 塑料导管装在炉内 随时都有胃移和生锈的可能 我当然不希望先生再望着风险动手术 但又怕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一时之间六神无主 最后觉得还是得求观世音菩萨 为先生做最好的安排 我求菩萨给我梦境 让我明白该如何做出选择 紧接着就梦到先生的主治医生 把一个装水的容器递给我 而那个容器是坏的 醒来以后我隐隐约约感到这个梦时说 排出脑肌水的手术不要做 但我也不敢肯定自己一梦是正确的 就再次求菩萨 如果真的必须开刀 就请让医生再来确切告诉我一次 到了2022年的7月 医生再次为先生做CT扫描 结果很意外 先生的脑肌水面积没有扩大 医生告诉我们不用开刀 后来12月的检查结果也是如此 原本板上钉钉的脑肌水手术就这么年去了 我的先生在遭遇头部重创以后 没有像别的病人一样反复入院手术 少受了很多折磨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的 先生一直在接受康复训练 他的脑肌水影响了他的平衡感 所以他走路一直是不平稳的 很容易跌倒 康复治疗师也说 像先生这样的病人 就算拄着拐杖也很难正常走路 随时会睡觉 但我知道不管是医生还是治疗师说的话 都是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不是100%准确的 尤其是我们学佛人有菩萨保佑 只要好好还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早在2022年的8月 先生就已经可以不坐轮椅了 我带着先生每周三次去中医那里针灸 每次路上我都是扶着先生爬天桥 乘坐巴士和地铁 去看病的路上 正好锻炼他的走路能力 先生很配合 恢复的也越来越好 我相信就像我之前的梦境一样 先生总有一天会正常走路 行动自如 经历了那么严重的事故 先生不仅保住了性命 还逐渐从脑积水的影响中走出来 真的是无比感恩菩萨 我希望通过自己家的经历告诉大家 一旦梦到自己有钱 生病或者往生 一定要好好重视 还债要趁早 我的先生在59岁那年 就梦到自己往生 但他没有念经还债 我也只是帮他放生 最后的结果就是先生不仅要承受肉体的痛苦 还要承受可能会瘫痪的恐惧 而我也是在他出世以后 大量许愿小房子和放生 如果这些债是在业障爆发之前还 那么也许不需要这么多数量的小房子 那场可怕的事故很可能不会发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我们 一直在救度我们一家 我一定会好好经济还债 不辜负菩萨的慈悲 也不辜负自己的会命 末法时期的劫难说来就来 请师兄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消除业障 多求菩萨保佑 我们才能在天灾人祸频发的时代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卢君洪台长慈悲原谅 感恩师兄们